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不用盐不用醋 教你快速去除大肠的新臭味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肠吃起来脆爽可口 对于爱吃大肠人来说是一道不能拒绝的美味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清洗猪大肠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其实先把大肠放入清水中简单的清洗几下 洗干净后把大肠翻过来 先塞一部分在里面 然后再放在水龙头下注水 这样就可能很快的把大肠的外侧给翻过来了 现在可以看到大肠有一层薄膜和肥油 喜欢吃重口味的朋友可以不用去除这个肥油 如果不喜欢的话就把肥油气掉 去除大部分的薄膜和肥油后 加入半勺的面粉抓拌均匀 面粉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 在抓匀的过程中可以吸附大肠表面的黏液和杂质 这样可以起到清除大肠黏液和异味的作用 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再把大肠的内侧翻过来 大肠内侧是直接接触粪便的 味道更重一些 加入一勺面粉抓匀 然后再放一把葱叶 继续揉抓 抓出葱香味可以有效的去除异味 经过两边面粉和葱叶的抓洗 大肠已经洗得非常干净有光泽 棉叶异味都被清除了 现在可以放心的炒大肠 把大肠切成小段 锅中水烧开 加一勺料酒去腥 再下入切好的大肠焯水30秒 待大肠定型 捞出备用 齐锅热油下入葱姜蒜干辣椒 翻炒出香味 接着加入大肠 然后再来点料酒去腥 开大火翻炒均匀 炒完后加入食盐 少许生抽 蚝油调味 继续翻炒均匀 最后倒入提前炒干水分的酸豆角 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脆爽可口的酸豆角炒大肠就完成了 大肠吃起来脆爽有嚼劲 而且一点都没有臭味 自己在家洗得又干净放心 学会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